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打游戏,那么对于游戏名来说,大家都是随便起的,还是有什么重要意义呢? 在娱乐圈中,明星们也是超级喜欢打游戏,而对于他们的游戏名来说,真是千奇百怪,搞笑连连啊,杨颖Angela Baby是一位眼之高,性格开朗的女孩,她私下是比较喜欢打游戏的,无论是拍戏还是做节目,只要到空闲的时候,她都会拿起手机在那玩,如果没事的时候,她也会去网吧玩会。 杨颖的游戏名,大家肯定会很好奇吧,本来杨颖想些Angela Baby,谁知已经被人注册了,无奈只好改AB007了,陈赫陈赫也是非常沉迷于游戏,对于他的游戏名,陈赫可是经常在跑男里有说过哦,对,就是天霸动霸气UA,是不是很霸气的感觉啊? 李嘉航,李嘉航因出演《爱情公寓》第二季和新环书格格而受到关注,颜值稿,演技好的他也是偏约不短,事业上升级的他公布了与李成的恋情,自爆是因为拍摄新环书格格而练戏生情,李嘉航私下也是非常喜欢打游戏,他的游戏名叫《我的八戒你受了》,哈哈,真不知这个八戒是谁,陆寒陆寒是娱乐圈中当红的人气小生,唱跳俱佳的他长着一副迷死人不偿命的容颜, 陆寒私下也是超爱打游戏,看他拿起手机专心打游戏的样子,真是帅呆了,陆寒的游戏名,可以说是很嚣张的了,叫做快来小偶啊,哈哈,估计看到这个名字,对面的玩家都会准备全欧他吧? 陆更新陆更新是娱乐圈中出了名的网瘾少年,泡网吧打游戏,已经成为了陆更新的终身标签了,而陆更新每次打游戏,还特别喜欢吃一种零食,对,就是辣条,不得不说,陆更新真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男性,陆更新的游戏网名,可以说是非常的自恋,竟然都叫九亿少女的吗? 王思聪林更新的好友王思聪,也就是万达集团董事王健林的独子,北京普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,爱记电子竞技俱乐部创始人,万达集团董事,王思聪私下里也是喜欢打游戏,特别是经常看到他和林更新在一起,王思聪的游戏网名,可以说是太过分了,叫做王可可什尼姆,王可可大家知道吗? 他是王思聪的爱犬,是狗的名字,王思聪这样取就细命,难道不会不怕别人吐槽吗?图片来自网络